Mama,天文台本来就说今天有机会一号桌 多担心会下雨,上班湿了 但下星期会不断下 梁朝伟今早就铺了玩水片 实是趁下雨前玩尽它 早几天,他才在都姐的电台节目说 因为喜欢玩水上运动 如果不做演员时,会去做运动员 他就果然喜欢玩水 那他上映的拍档会不会因为拍完这套戏 爱上功夫呢? 你看法拉在IG这条影片 他们玩得几开心啊 细心点看,刘思墨的回头率也很高啊 人红就是非多呢? 他昨天给大陆网民翻个帐 说他四年前在一个访问里的言论欲华 内容大概是说他父母觉得 加拿大是一个可以自由生活的地方 大陆网民听完心都碎了 刘思墨就在黑龙江出世 五岁就跟父母移民了去加拿大 咦,跟法拉好似的 法拉都在内地出世 十多岁就移民了去美国 之后就回来香港发展 所以他语言能力都很强下的 懂普通话、四川话、英文、日文和广东话 现在可能还跟法籍老公学习法文 他昨天Ig上了这张照片 听了说广东话的网民 是不是突然觉得很close呢? 当然啦 最近姜濤因为跟猫姐拍戏 关系都close了好多 够胆偷拍猫姐睡觉 还上网就知道他们几粉底了 姜濤姓什么的?姓姜的嘛 他在至高无上的花姐生日 铺花姐炒车照片都没害怕过 同一日生日的Jeremy 得到同一款款 跟足传统而已 有网民就说姜濤一珠 不过他之后还铺自己踩单车的片 他拍调教你MIRROR时还未懂 昨天就见到他踩 厉害啊 慢着,这里卖维苑 当晚见证到的人真的很幸运 这种神圣的时刻真的不容易捕捉到 好像网传了一段吴亦凡的片 如果是真的话 就是他早前涉强奸被捕之后 第一次被人拍到了 还传他是去医院看性病 包到这样 你说是谁谁都可以 网民就帮你分析了 说凭着身高和踩针的习惯 觉得是他 这案件牵连好像很大 早前就有传5亿凡 为求减刑供了40多个艺人出来 所以才会出现内地连串的整顿风 做错事接受惩罚 好合逻辑 最近丁海人在Netflix剧都出了些错 第5集其中一场戏 讲个便利店店员 将过期的货下架 但就被店长骂要他重新将货上架 你见到的啦 七仔实地取景播 这场戏会损害他公司形象 七仔肯定不会就这么算啦 立即入品申请禁播 有问题交给法律 在这一行真的很常见 Britney Spirit就是例子 2008年她就因为精神问题 法庭将她的监护权判了给爸爸 但这么多年来 Britney就觉得 无论生活 工作 以至金钱 似是被爸爸监禁 多过监护 所以早前就向法院提出 结束这种病态监管 听起来很惨 不过他爸爸昨天 终于说会放弃监护权 Britney 终于可以重屋自由 父母凡事都以子女利益出发 不是天性来的吗 不如你问问金像影后 Jennifer Lawrence 她和老公结婚两年 宣布休息了 那就是要恭喜恭喜 好了 今天先说到这里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